有大力氣 你要沒回息 世界就是這麼可愛 兒童劇 神力公主與玫瑰王子 吸引多少親子家庭 吸家代卷來看戲 引起熱烈迴響 還有文山茶筍與木炸鐵觀音茶 介紹活動 這是文山區公所與景美吉英廟 共同舉辦的同樂派對 大力行銷文山茶筍產業 很高興 景美吉英廟 我從小也在這邊混了 大概混到七歲 混到七歲在夜市這邊也走 我突然想起 我小時候第一個玩具 就在景美夜市這邊買 雖然我買錯了 因為那天突然停電 亂摸了一個 回去還哭了半天 所以回到這邊非常的有感情 我們文山的茶筍結 其實是結合我們在地的產業 每年都會固定去辦 這個活動其實是裡面最有趣 也是最盛大的一個活動 因為我忘記活動的名字 叫同樂派對 一直把它記成同樂會 不好意思 不過今天就像同樂會一樣 那我們等一下也會安排很多的節目 那也希望大家有一個 度過一個無愧的午後 那這邊也特別感謝高董事長連續三年 給我們這麼好的場地來辦這個同樂派對 那也額外的提供給我們贊助 贊助這邊要特別感謝 那也現在現場有很多小朋友上面帶著叫閃亮亮龍角髮箍 這也是我們高董事長特別安排給小朋友的 那麼我這個月的24號我要到一大陸去買這個 買那個石材 我們現在整地全部要整地把它鋪上這個石頭 然後我跟高董事長報告 我們後面這兩家 月底就拆掉了 所以我們的廟就呈現出來了 所以非常感謝我們這個產地將來有很多用處 每一年每一天大概都有辦這個活動 所以我們今天不是茶筍結合 我們還有增加一個特色 溫山區你有沒有聽說過有沒有咖啡樹在哪裡 溫山區的咖啡樹就在海型樹的後面 大概有一公頃左右 海北市唯一的咖啡樹 就是溫山區跟市的北投兩個地方有 其他都沒有 所以今天的特色非常好 所以希望各位多多的利用 多多用我們的產地 活動規劃有舞台展演 茶筍介紹以及親子試機 包括親子積木體驗 南區新住民關懷據典多元文化體驗 動物園動物便便植摘活動體驗等 還有小小玻璃市騎小小哈雷機車活動 讓小朋友們玩得不一樂乎 溫山區在地的綠竹筍 那綠竹筍通常大家的認知裡面 應該都說是巴黎跟三峽 很少人知道說我們全台北市 其實最有名的綠竹筍就在溫山區 溫山區的老泉里是最厲害 因為連續六年的臺北市綠竹筍比賽 都拿到冠軍 然後呢 首先要跟大家介紹 怎麼挑選綠竹筍 我們在地的綠竹筍有三大好處 第一 有厭無毒證明 第二 保證是當天獻柴 第三我們絕對沒有做過任何的加工程序 所以在這邊跟大家介紹就是說 以後我們盡量用我們在地 台北市出產的 尤其是溫山區的綠竹筍 好吃的綠竹筍 只要是有機耕種的 有經過這些認證的 每一位筍農辛辛苦苦種的都是好吃的 無論它長的是彎的或是直的 都一樣 看在你怎麼料理 通常一般我們糧筍的話 當然建議就是用彎的 要注意啊 因為啊 我為什麼今天要出來推廣 因為所有的電視上也好 你們得到的訊息也好 所有的料理煮准的方法 通通是錯誤的 所以我們溫山區的農民辛辛苦苦種出來這麼好吃的竹筍 經過大家不正確的料理之後 通通變成難吃的 我們採茶的話呢 我們就看到大家會戴著帽子去田裡面採茶嘛對不對 我們先採茶 然後呢 茶葉要曬太陽 曬太陽的時候 它就會有香香的味道出來 香香味道出來之後呢 因為不能一直曬太陽嘛 我們人也不能這樣一直曬太陽 我們是不是會一直流汗一直流汗 這樣不行 所以我們就會移到室內 我們就會跑到陰涼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要冷靜下來之後 我們就不會流汗了 沒錯 我們就會放在室內之後 我們就要攪拌 攪拌之後我們就是一個發酵的過程 然後我們發酵完之後 我們覺得這個味道非常好了之後 我們就要把茶葉炒熟 想到我們要的味道之後 我們把茶葉炒熟之後 我們就要開始揉捏 然後 就會慢慢的就是走水培 然後之後我們就開始一直揉一直揉之後 就是我們看到的茶葉的形狀 就是圓圓的形狀有看到嗎 就是你們有看過 你們有看過茶葉圓圓的形狀嗎 小孩子們 沒有 沒錯 因為你們現在還太小 爸爸媽媽疼 不然你們有喝茶 呵呵呵 所以你們之後就會知道了 對 然後就會長成像這樣子 有沒有 就是茶葉變成比較乾乾的形狀 然後之後泡出來的 就是我們喝的茶葉 那今天後面的地方就是有茶凍的部分 等下有有獎真達 等一下也會給你們知道 對 好 那大家知道 我們在木炸文餐紀錄 我們要去哪裡喝茶 喝茶要去哪裡 貓空 對 沒錯 北市府也藉此宣道 祝您好運生育獎勵金加倍送 有獎真達掀起一波熱潮 民眾踴躍參與 讓這場派對熱鬧非凡 下人開始我看到你了 記者問句 臺北報導